牽著女友的手 兩人甜蜜走過來 白衣男卻突然甩開手 大步衝向一旁掉蝦的民眾 爆發口角衝突 雙方僵持不下 原以為終於善罷甘休 又是一個跨步伸手襲擊 下一秒把對方包包拎起來 扑通一聲掉進掉蝦池 這都還不是最誇張的 這名男子打從一開始 手裡就拿著一支藍波刀 卻還裝作若無其事 吊兒郎當的態度 也難怪持刀男要鬧事的前一秒 同行黑衣男快步衝上前 先把藍波刀給奪走 恐怕就是要預防見血 但即便刀被搶走 被丟包包的男子早就嚇破膽 絲毫不敢反抗 只能眼睜睜看著持刀男 跟後面一票黑衣小弟揚長而去 警方有介入處理的 安排地點就在新北市的這一間 吊蝦場男子持藍波刀大喇喇 鬧事案發之後隨即逃逸 但已經讓其他釣客相當驚恐 19號上午11點多 新北市這一間釣蝦場 險些引爆流血衝突 持刀男原本要離開釣蝦場 認為素媚評審的工信釣客 多看了他一眼上前理論 最後竟把對方包包丟進釣蝦池 工信男子的手機整個泡水毀壞 但當下知道對方持有藍波刀 敢怒不敢言 最後是朋友幫忙報警 警方已經鎖定對象 又將持刀男通知到案 即便被丟包包的釣客 事後不想追究 警方仍將以妨害秩序送辦 畢竟光天化日之下 持藍波刀前來掉蝦 實在居心叵測 記者劉書偉 林俊鋒和慧如新北市報導 令人員集會 明天化日之下 雁川 連人員集會